為了落實市場實聯制 今天開始淡水區公所 特別在三座市場進行實聯制 民眾表示為了防疫政策 很配合運疫實聯制 不過對於用傳統簽名的方式 認為不是很有效率 而且拿筆也會造成接觸 因此對於使用手機掃描QR Code的方式 覺得比較安全也比較方便 雙北疫情嚴峻第三警戒 在新北市政府所公布的確診者足跡當中 傳統市場足跡遍布 全新北市也成為防疫樂區 因此為了落實傳統市場的實聯制 日前淡水區公所 特別在淡水區三座市場進行實聯制 只要是民眾無論是騎車經過 或者是走路到市場當中 都必須填寫表格 或者是用手機掃描QR Code 對此民眾有些看法 就還是要這種用QR Code比較好 因為你這樣比如說 好 今天我的電話號碼 我比來是這個電話號碼 我隨便填一個 你知道嗎 對 就是有這些 怎麼講 這些有的人他就是 比較不承勢 對 我們是很承勢 我們自己口罩什麼酒精 我們全部都要自備 我連筆都自備 因為第一次我們寫的話 要變成說 我們年紀大了會比較說要進去很比比較慢 像我剛去水問繳錢也是這樣 我以為用Line的就可以了 結果他說剛剛這個小姐就是用疾管家 那用筆 用筆的話 用鞋的話我都要自己帶筆帶酒精 民眾表示為了配合防疫實施 進到市場進行十連制是願意配合 不過對於傳統用簽名的方式 認為不是很有效率 而且拿筆也會造成接觸 因此對於使用手機掃描QR Code的方式 覺得比較安全也方便 對此商家也認為傳統市場難控管 不過有十連制也是比較安全 十連制的話 我們這裡有比較鄉下 有的那個年紀比較大 他不會寫字 但是我們都盡量把那個 那個防疫距離做到最好 做到最安全 我們幫人家消毒 人不要給他擠太多 把這個社交距離 對對對就要做 我們都不要幫他靠太近 我們這東西不讓人家摸 摸了可能有吸引人在上面 大家比較安全 要有個距離 對對對 這很重要 保護啊 防疫啊 也要做好防疫工作啊 要安全 對對對 在淡水區的清水街傳統市場 竹圍地區的民族路菜市場 以及大中街黃昏市場 都必須進行十連制 而市場看商表示 在疫情爆發以來 都已經保持安全距離 就連防疫面罩都戴上了 希望大家可以配合 十連制的登記 並且做好個人的防疫習慣 期盼可以盡快的讓疫情趨緩 回復到過往的正常生活 記得許多安一 應該去採訪不到